就是说透过辩论 让人们有更多的思考 然后让这些资讯有更多的揭露 同时呢 让北京方面的这个一些意图 也能够充分的这个揭露出来 所以我想这是对 整个台湾的这个民主发展 或台湾的这个生存这个选择 我认为是一件好事 好的 谢谢严教授 继续回到华盛顿现场 郭博博士 很多人都在台湾想说 这个APFA究竟是虾米挖钩 是什么东西 很多人都还不清楚 那是不是透过这一次的双英会 可以让台湾的民众 甚至对岸的民众 都对这个APFA的内容 和它的利弊得失 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呢 你的看法 我想APFA它本身 是一种非常具有高度 专业性的一个政策问题 那以这个当时马政府 他们在一开始制定了一个定调 就是说他希望是一个 经济层面的议题 所以经济层面的议题 照理说可以说是 地位是一种事务性的问题 应该是由政府来做一个 详佳的规划 然后经过一个适度的 一个立法的监督 来够达到一个 这个政策的一个制定 但在台湾这个社会当中 因为任何议题 只要能够碰触到中国 它就有一些 特别的敏感性来看 所以我想这个APFA 这个问题 照理说基本上 台湾民众现在是会 为什么会搞得很不清楚 就是因为牵涉到中国 牵涉到中国之后呢 就会变成两边的这个定调是不同的 那以这个马政府 他定调是希望从政治经济议题 来看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事件 可是呢 以这个绿营的 民进党的这个支持者来看的话 他是认为会是一个 上升到一个政治的一个层次的东西 那我想当然我们也不用那么去 单纯的想说 这个经济议题就用经济议题来解决 因为任何事物只要涉及到两岸 都会最终会扯到一个所谓的 政治层面的议题在 只是这个先后顺序的问题 所以讲这个先后顺序的问题 就是说经济先解决了 再来谈政治 我想这是一个 马政府当时做一个理想性的一个规划 能够达到解决目前台湾 现在面临到的一个 立即性的危机跟问题 那我刚刚非常同意 研究所讲法就是说 ECFA这个事件 它是危机也是转机 它真的是这个一个 对台湾的一个下一步的进程来讲 很重要的一点 那我想不管是危机或转机 应该要看到的是 目前面临到的 立即性的一个问题 对于台湾民众来讲 最最关切的 最立即性的问题是什么 我想这个问题呢 应该是作为一个 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应该立即去做解决的 但是呢 作为一个政府 你就是做任何一个大政策的时候 事实上是要诉诸于 这个多数民众的支持 我想这个 马政府也多次提到了 他的整个这个 签订ECFA的一个基本原则 就是能够得到一个 是一个被这个基于国家的需要 基于民众的支持 还有立法院的监督 我想这个原则之下 朝这个方面走 然后应该是把它在一个 锁定在是一个 很事务性的经济性议题上 来讨论为优先 然后适中再来 最后再来上根 是不是一个政治层面的问题 那是多年以后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台湾的民众 之所以会弄得不清楚 是因为在两方所提出来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立场上的不同 那这历程的什么不同 当然就会混淆了很多人 基本上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 一个基本的一个 一个期待跟认知 所以我想这个辩论的确是一个 非常好的平台 因为可以在这样这个 这个让双方都能够把他们的一个思维 做一个非常好的讨论 我想台湾的民众现在 在这个民主的教养当中 已经是非常的这个 具有很高的一个意识来 去辨别是与非了 所以我想借由这个平台 对双方来讲都是好事 对台湾来讲也是一件 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好的 谢谢郭熊博士 刚才郭熊博士提到了 这个平台这两个字 那我想就另外一个角度 来剖析这次的双英会 请教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 我们姑且不论谁会赢谁会输 甚至撇开这个议题不谈 纯粹就这个platform 这个平台来看 就是朝野领袖 台湾的朝野领袖 针对重大两岸政策 进行这样子的朝野对话 然后蓝绿阵营的一个理性的交锋 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是不是能够作为未来 台湾在制定两岸政策上 一种决策的模式呢 您的观察 是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但如果能够早一点 我想会更恰当 但是凡事都有一个开始 所以我想如果朝野能够 继续这一次的一个经验 或许将来有更多的议题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来做 因为说实话 就像好比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一样 也就是因为有这个ECFA 他们的辩论 所以我们会讨论 那因为我们要讨论 所以我们各自也要必须 深入去了解这些议题的内容 所以我想这都是一个过程 是一个非常好的过程 好的 谢谢严教授 那么接下来我想把时间交给 在台北的主持人叶佛逸 请佛逸也向两位来宾提出 他的问题 佛逸 好的 谢谢东宁 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 在华府的郭书旺博士 就是刚刚东宁也提到了 在这个月的5号呢 台湾一家电视台呢 曾经举办了一次 这个ECFA的辩论 邀请了双方阵营的 主要的这个代表 那么在政府方面呢 甚至邀请了 这一次的这个主谈员呢 国贸局长黄志鹏啊 不过在刚刚东宁也提到了 这一次的这个电视辩论之后呢 好像在场的这个大学生们呢 对于ECFA的反对的这种比例 反而升高了 那姑且不论说这个取样 是不是有所误差或者等等的 那想请教郭博士就是说 刚刚这个 呃 呃 我的严谦发教授也提到 就是这一次ECFA 签下去有所谓的不可逆信 那政府也目前表达了时程 是说希望十月能够签订ECFA 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 事实上这一次ECFA也没有什么公投的过程 那这一次那双英的辩论 辩完了以后政府还是要签 那辩论有任何的意义吗 或者是说辩完了之后政府签了 那大家让年底的这个选举来做一次政策的检验 是这样的一个意义吗 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ECFA 我们刚才先讲这个辩论好了 我刚才一开始有提到就是说 我们辩论的一个阻止 通常都是希望能够达到一个目的 就是说你不用说服我 但是我说服不了你 但是起码你可以了解我的想法是什么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是应该要成为 这一次我们讨论这个议题的一个主轴 就是到底我们是在看辩论的结果 还是在看这个事情的一个讨论的一个真相 那就各位两位主持人分别提到 就是上次台北电视台所举办的 这样子一个辩论的一个情况 我想很清楚的可以看出来 在绿营方面的这个辩论者 这个辩方这两位这个人士呢 他们所提出来的东西的确是在辩论的角度来看 事实上好像是能够做很有力的攻击于 这个蓝营这边所提出来的一些论数据 所以双赢会到底是要去辩论还是讨论 那如果是就于辩论的话 当然有所谓的这个观感的问题 跟所谓的这个辩论好与坏输赢的问题 但是如果就讨论的话 他的确是会达到一个双赢的目的 那基本上就是说以这次双赢会的结果来 双赢会的这个准备要做的样子一个 一个辩论会来看来讲 他事实上基本上我觉得两方应该都是希望把他们的想法 能够诉诸于全国民众 而应该不是会最终归属到是谁的辩论技巧比较好 谁的技巧比较差 而是双方谁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一个小时四十分钟能够快速的能够清楚的 而且有效的表达 那为什么这个ECFA这个事情会这样子在推动上 好像会觉得让某一些人士会觉得好像很急 我想很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一个经济的议题 经常都要长达大概十年的时间 一个decade一个十年的时间能够看到成效 所以如果说这个议题在因为内部有多多的生意的增值上 而达到这个签署的过程一直往后延的话 它只会让台湾的经济的情况一直恶化一直恶化 那我想这个蓝绿双方都各有盘算 绿营当然希望也能够借由这个平台 能够把它的一些理念做一个清楚的表达 那蓝营也当然不希望说因为这个事情 将来到他选举当中能够对他有一些造成伤害 所以我想这个时间上当然是 我们如果不从政治角度考虑的话 他基本上就是考虑到经济议题事上 如果你越拖越久 你的竞争力就越来越落后 我想这个是应该双方都有这个明显的数据 如果你再往后延可能又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想这个2010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FTA年 那这个全不要说全世界了 全亚洲这个是世界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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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